上方是120 下方是TBC 這圖沒那麼好開話 也就沒有什麼 手撕的空間了 這把應該是打常規 上一把是打套路 從120心態上來講 他心態應該還是可以 明天的比賽會在跟今天一樣的時間 六點鐘開始 大家可以訂閱一下 我們直播間上方的HSL的主直播間 不是主播的直播間 是主直播間 大家都一樣 互相看一眼 你也沒啥 我也沒啥 大家就不玩什麼套路了 這把就是 因為這個圖 確實是只能打前中期的細節 哎 被抓 這邊的話是 四身被挖 120這個被挖的位置 還不容易被發現了 我兩邊都差不多 應該也不會浪費太多的時間 在對方的農民身上 不錯 按摩 可惡 可以 你還不說 快要回到 好 也很不說 这个位置 虽然看起来这个四身像是A到了 但是实际上这边DK升级了 看起来那一下很像是真的 DPS这波抢怪还是不错 但是他的骷髅应该会让对方的DK到2 让这个533 这个图上面宝物也不会拉开特别大的差距 但是也会拉开差距的 就是在练了大点之后 所以如何去控制大点也是成为一个关键 这怎么三双思外啊 人家别人用什么指环 指环一阶进来 你这个大家一起穿丝袜 你这批好有点过了 关键是这也有一双 游侠出来倒挺开心的 直接敏捷加9了都 啊 什么情况 敏捷加15游侠 可是游侠还看不见啊 游侠三发呀 游侠拍拍自己的胸脯跟你说一会儿我组C 一会儿你看我组C啊 这个装备倒是可以随便给 这里去你穿的别人的别人的装备你个影吧 这不穿着别人的装备吗 这不穿着别人的装备吗 好三本轮进度差不多吧 好那么 把这个分框练下来看有什么大无敌 这下一会儿游侠就急不可耐了 两边都是一样的好吗 都是一样的 这应该是轻格子吧 这应该是轻格子吧 把两个眼都插到一块去了 来了来了啊 你倒是给别人呀 这边是个火魔 游侠在这边都晃了半天了 火魔也可以用来沉默啊 这帮忙一会儿火魔好像很容易被秒掉啊 还不拖 你爱上了这个感觉 大概最近慢展区多了 这个丝袜什么马丁靴之类的穿起来 大哥你是男还是吗 好 120这个时候 我为你的游侠名不平 我把你游侠打死去了 好 这里的话我们看到有人为正义直言之后啊 tbc的游侠下终于穿起了三双死瓦 闲子反而被dk穿走了 啊 这撑哪你们三个人里面dk你是最不需要这个装备的人啊 压力开快了 压力开快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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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说不需要这个街址 类的上 nud 燃灰 燃灰 燃灰带来的这个效应还是比较好的 燃灰是一个非常非常滚雪球的技能 哎 哎 说完 啊 火魔还是死了 就是他越滚 他的伤害越高 就是会一路保证那个伤害能够打出来 对吧 感觉这个矿要被人起脸了 但tpc是没蓝的 好 终于dk也觉得这双鞋子自己穿不下去 给了游侠 终于 是吧 游侠 游侠终于是 老娘组G 啊 组gank c 但是120蜘蛛这么多 你总不能靠一个游侠把我射死吧 那这个太没面子了 想了一想 有道理 对吧 你总不能靠一个游侠把我射死吧 这样tpc是没有对120的分矿造成 你总不能 毁灭时间打就行 杀了两方 射身完全能理解 硕加防守 火魔两极了 可是这个毁灭被网座吸了一口 毁了不少血 还是没顶住 我感觉tpc想守的话还是能守一会儿的 除非120把tpc的这个dk给秒掉 挂机 挂机 120完全可以挂机 让tpc来冲 而且可以说随便冲 没有c 了 哇 这毁灭拉走了 这给c 这个毁灭拉得又漂亮啊 这一下 这个毁灭拉得又漂亮啊 这一下 爆发一波 想杀力确也是给上了 游侠不行啊 指望不射啊 搞半天游侠指望不射啊 什么装备都给你 哎 有机会可以杀好友 倒是游侠收了这个人头 刚收完指望不上 耐着这边也磕矿了 你买活 这个胖子早点吃啊 吃的太晚都没来了都 吃的太晚都没来了都 游侠毕竟还是没有攻速啊 这个 其实你看敏捏加的多啊 攻速在这个效应下也不是特别明显 反而是这个火魔很扎实 对吧 勤勤坑坑的老黄牛 啥也不干 不着急要坑吃坑吃做事就可以了 这把耐久还能把120耐久死 我觉得就有点牛皮了 虽然他有装备 但这个装备不算特别特别好 这要是三双 魁轩一个一个死瓦 那就真的牛皮了 现在挂环机 谁都没有把握把别人冲死了 因为TPC还是有很多很多这个 很多很多女妖什么的 这一波就是换家了 最后一样的结果 不过不同的是 120的盖子好像被拔掉 然后你一看就也没有意义 还不如先也去拆别人的盖子 不然自己存亏一个盖子 而且另有不同啊 TBC是压50人口 如果他能守住这波 这波如果能守住 那我感觉这个世界时局可能又不同了 但他女妖虽然有占据 有生的大师级 但是没有占据 哦 这把心没有加起来 TBC这边DK是往回缩 打120的游戏 呃 到120里去了 他DK是带了个魔品啊 应该是防止自己加不出去 120的毁灭 点掉 人口这边的话TBC是43 120是56 退到这个自己的基地射程范围之内 多一个控制 120一看这一仗好像不能打 120这边直接前置开矿 他不能够冲的太深啊 冲的太深可能无法自拔 把TBC冲的太深了这个位置 他一定要补掉这个蜘蛛 这不就没有阵型了吗 哎 但是能换 你倒别说这种情况下还挺尴尬 平常我们看见都是大家拉开架势的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大家都没有什么架势可言 无非就是你打我一圈我打你一圈 你打我一圈我打你一圈 看谁能顶得住 哎 哎 哎 这边120的火魔差点被秒掉 现在游侠发挥威力了 终于游侠发挥了他的威力 一个Noah一箭 好 又是一个人头到手 哎 这发C怎么C在立项上 可以加这个蜘蛛啊 哎呀 飘死了蜘蛛丝 120这片矿 他都一会儿能裁起来的呀 还有没有Noah 这个霍罗剑加上这个攻击力之后伤害是高呀 这个地方 有C没有没有C没有C 这波打完人口居然是追尽了 120只有43人口 TBC靠着三个英雄啊 在这边不断的跟120消耗 还有女妖 女妖的作用就是用来套反魔盾 虽然能耗到这个地步 但是主矿爆掉了 主矿爆掉了 120是第一时间把三本卖掉 因为三本卖掉可以回很多的资源 TBC还有一点点钱 他编了点兵 因为这些兵如果一个一个上去 很容易被换掉 像这种局势之下最好还是就是抱团一起走 这边Nova上之后 120的力气血掉得很快 不敢在前排再过造势了 如果你就毁灭的话 那个力气可能就要死 这里的话120一看这个情况不对啊 TBC现在的话打到后期 游侠的优势已经完美显现出来了 火魔虽然有燃灰 但是火魔毕竟不能像游侠那样提供骷髅给力气吃 所以这边是一吃一打一吃一打 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可以保证 TBC的力气可以一直的输出自己的Nova这个技能 而且这个盖子也踩不到钱的情况下 120现在也只剩下44 人口了 TBC46人口 人口终于是反超了 不过这个盒子掉了之后应该也就没了 但是现在上面的话是给了一发C 给120的力气 120反手想秒 这边DK被沉没了 哎 找到了机会 一个人会爆掉了对方的力气 终于是找到了机会 而且这里的话 TBC有可能他的力气 短时间之内还回不来 他没有很多的钱 他能点活 也不行 卖三本吧 他想卖三本还有机会可以点活 别想买了 别想买了 不要卖游侠的道具 他想买活 他想买活 因为这个盖子还在 他觉得点活没有意义了 把三本卖了 游侠你别想卖这三双丝袜了 卖了也没有什么用 这个丝袜不值钱 你卖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哇 其实好不容易出了机会啊 稍纵即逝啊 这个就是 再换C上 再换C上 那里连狗都拖上了 下面两个农兵在踩 其实还没有太多的钱 他是补了一个车 那就应该回去收掉这两个农民 其实这两个农民收掉 120也就是多这一台新车 还能复活自己的火魔 这倒是复活自己的火魔 然后多一台新车 女妖 女妖 哎呀 这个女妖 还有这么多魔法死掉 有点可惜 这还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农民 刚才A一下盖子的话 这样让对方少回复一点兴兴 兴兴 34 32 120人口少了两个 主要现在是女妖的插举 女妖保证好反魔盾 就可以了 我觉得 真的保证好反魔盾 别的真的 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了 打团也不用你们上来输出 NC 直接打火魔 下一个NC火魔可能就要死了 所以火魔身上这个无敌 就很讲究了 现在 调整 想利用中间的酒馆当立场 618C 哇 这个C 丢在火魔身上 真的疼啊 对象 哎 沉默了一手 吸掉 好的 灵魂燃烧 给了DK 想杀游侠 哎呀 又是燃灰 配合NOA的一个爆炸效果 TBC可能就到这了 如果杀不掉火魔的话 哎呦 又被无敌躲了一发C 无敌开 无敌开 这个就没办法了 游侠 虽然说加6已卖 但是加9敏的游侠还是很猛的 这个时候死了游侠 而且他把祭坛也卖了 就是再也见不到这个妹子了 好 直播 人家多个火魔啊 就打你的卷 你也加不起来 好 恭喜小126